其实昨天有包含了好几个很多的感动的画面 很多人在讲今年选举特别冷 那但是在昨天在气温真的特别冷的时候 我们反而终于看到一点点 选战最后阶段的那种狂热 那种热情跟激情被激出来了 昨天在凯道的这个现场 因为他也会是国民党在选前 唯一一场在凯道能够办的造势 那现场有喊出来说爆8万人这么多 我们看到大概是仍有站到警服门后面 大进场据说侯康走了10分钟 就是侯康还有朱立伦都一起走这样子 拒服的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的时候 也确实大家在风雨当中更深信心 那我先问历史哥 因为侯友宜他也讲了几个金句 就是绝不掉眼泪 但我们一定会赢 那他也说赖清德说的中华民国是神话 看不起中华民国 搭上这样的画面更让大家觉得 唤醒你心中那个爱国的影子 我说真的那一面国旗很感动 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年也在海下玩过 就是2019年2020年的时候 韩国瑜在竞选 我想昨天的画面是非常饱满的 为什么叫饱满呢 因为警服门封到一半 其实那是警方的一个规范 因为他要保持道路畅通 但是往两旁还是有很多的民众 也陆续到进场 所以主办单位也在两旁架起了 这一个就是萤幕嘛 有很多人在比较716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人数呢 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们有谈到 我们再来谈 但我必须讲 至少有一件事是看得出来的 第一个观众是热情的 第二个呢 这个整个的主诉求 你看全部的大头 全部聚集到现场 这个能量也就是说 国民党是前所未有的团结 我觉得团结这两个是 或者是今年整个国民党从分裂到团结 或者是说从未团结到团结 这一点是国民党过去八年以来 学了最多的教训 我又记得这个那个时候 这我们大哥要保重 所以大家真的天气很冷 这要小心感冒 我两个孩子都感冒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保重 那我觉得团结这件事 在2019年的时候是我们 当时在帮韩市党助选的人心理当中 最痛的那一刻啦 所以希望现在这样的一个画面 通通都放下 但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传 我刚才稍早的时候 我也在我脸书上贴 就贴了信任哥他的一个影片 因为有人一直在说 韩国瑜跟侯友宜的握手啊 说什么韩国瑜这个不愿意握手 我这边郑重的讲得很清楚的 第一个你熟韩国瑜吗 如果来蹭的就不要再玩这种下山路的把戏 这是1450造谣把戏啊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熟啦 信任哥算不算熟啦 但是比起那些在网路上 只是单纯看着画面说话说 你看韩国瑜没有挺国民党 韩国瑜没有挺侯康佩 韩国瑜心中支持的是另外一党 我觉得这一点就完全是造谣抹黑声势 想要趁机分裂啊 那再来呢我是这么认为啦 不管你今天对韩国瑜是什么情感 那既然韩国瑜决定他要支持侯康佩 他要支持国民党 他要做个忠贞的党员 你应该去理解他的逻辑 很多人说韩国瑜已经不爱国了 这是完全大错特错 他是爱党 在韩国瑜这样的人心中呢 中党等于爱国 为什么我就请教大家 那一面国旗上的青天白日 请问是哪里来的 是陆浩东先生创的 陆浩东先生创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新中会成立的1894年1895年就使用 作为新中会的会期 后来在1905年的时候 同盟会的成立 继承的新中会 再次使用这一面作为会期 而且当时包括光复会华新会 都来加入这个同盟会的时候 共推孙中山为主 这就是国民党一路的灵魂啊 所以对于中党爱国的 国民党的党员来说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我了解他们历史脉络 他们的中党就等于爱国 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那些说韩国瑜只爱党不爱国的人 我觉得你是在污蔑韩国瑜的人格 我可以这么直白的讲 不然你跟他相处多少 你有跟他聊过多少天呢 你真的了解他的想法 所以如果是这样 那请尊重韩国瑜的选择 不要在那边说什么 握手 我再说一次握手 这种小鼻子小眼睛 会去那一根计较 比如说看到一个记者以前写他坏话 然后在唱会上遇到的时候 给他拍拍肩膀说 我记得你那年给我写 写的东西的时候 那谁 那个人叫做罗亲典 小鼻子小眼睛是民进党的专属 是赖清德的专属 怎么会把他掏到韩国瑜身上呢 我想这一点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那我回到这个肇事的现场 当然这场比拼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讲白了明天 今天民进党嘛 那接下来民众党也会上凯道 所以大家会在这个气势上 来做对决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怎样 人家都算贏无论 去票全摘 所以气势这件事情 一定要顶到这个最高 如果你不敢把他顶住 那是不行的 那再来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观众或者是来的人 是热情的 为什么这有个点很重要 因为之前一直有人在拴说 国民党都是靠动员 那动员来吃便当 来旅游的 来做谁顺顺顺顺 像这种说法 那你就看是不是热情的 动员的群众也是热情的 昨天这种天气 其实说实在的 我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勇气走去凯道的 真的没办法 因为我昨天也在友台上节目 那也在内湖 那个内湖那个风一吹出来 哇真的是 那更别说像是在凯道前面 这么空旷的地方 真的很冷啊 然后又下雨 能够在那边站在那边那么久 真的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这就跟716有的对比 因为716是艳阳高照 晒了快死 716我在现场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说 他到警服门一半 他往旁边昨天纳枝卡牵延伸 其实昨天是往那边去延伸的 那就代表说真的是 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更重要的事情是 来营的一个整个的画面是很饱满的 各个山路各个人都来 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个点 今年选举跟19年选举比较不一样 19年我必须讲 国民党私自分裂 所以呢19年的很多决策 其实我们都在都在帮忙 所以我们都有参与到一些 我直白的讲 那个决策没有整体感 常常在打机遇战 今天打A明天打B 然后人家一个回击 我们接到 我们这个知道说 这个民进党的抹黑又来了 赶快大家赶快做图 怎么在政论节目上怎么讲 那个都是急遇战 没有一个整体感 但今年我必须说 今年因为国民党空前大团圈 包括党中央 包括三巨头 侯康涵三巨头结合界 包括大佬们 包括中生代 包括小鸡 像是巧新 这些战力全部都加进来了 所以今年打仗是有整体感 你可以从什么样来对比 其实这一场我们要连着哪个看呢 我们要连着前面两场的总统 副总统政见发表会来看 其实他的主述非常清楚 就是用力的打所谓台独 打谁呢 就是打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最大的包袱叫做 一 台独 二 他的赖皮疗 所以你可以看这整场 包括侯友宜的讲话 都在主打台独 而且他不要让你祸悉你 因为赖清德竟然讲出 选总统就是台独自从恶心 完全践踏宪法的话 所以把这事情讲清楚 中华民国宪法 他就是一个一中宪法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你是统派也好 你是独派也好 但在宪法被推翻之前 你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抱歉你就必须遵守这个 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前言 讲了什么 因应国家统一之前 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一条 两岸人民 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与自由地区 人民关系依专法规定之 那也就是所谓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都写的清清楚楚 不容民进党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我觉得过去四年 或者是 这个蔡英文执政的七年多以来 将近八年的时间 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蔡英文把中华民国的话语权拿走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因为 这个整个说 国民党集结起来之后 所有的智库 包括所有的 这一些学者啊 这一些都加进来之后 对于这个论述这一块 我觉得是有大幅斩进 那最明显是 侯友宜从一个属于 他应该他是做警察出身 他是属于比较事务型的官员 官僚系统出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包括在证件发表会 他竟然跟赖青人在搏火 他可能连游盈龙都可以封他为大金刚醒来了 那应该是真的是蛮好的称赞 其实这真的是蛮神奇的 因为第一轮 说真的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轮的时候侯友宜还很惊 到了第二轮第三轮 第三轮干脆连搞都不看了 开始台语叭叭叭叭叭叭 那个搏火是必须的 而这在搏火的过程当中 真理才会越变越迷 否则的话 继续让民党或心理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台湾 哪有这种东西 Republic China 跟台湾 就是两个不同的词汇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大造势 有几个看点 我们把它汇整一下 第一个气势非常的好 第二个 展现整个大团结 不管是横向的 就是说各个山头 或者是纵向的各个世代都出来了 第三个 选民的热情被找回来了 第四个 这个是一个整体战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主打了就是 这个民进党的论述矛盾 台独会带来战争 那民进党现在放弃台独 他自己那一说 趁着怎样 我趁里面围绕里面有去追杀 另外打这个公平正义 比如说像赖皮寮这种说法 就是以上这几个看点 所以我想 选举到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 鸣枪起跑 从这一场开始 因为刚好民众长也在南部办造势 那今天又是民进党 所以这三场造势 这个是怎样的 这叫高峰的开始 前面就是暖跑 那现在开始在充斥终点线 所以我们接下来 会非常经常 我们可以值得看一下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